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台湾延续佐23,日大豪雨,金24,日台南,高雄等地依旧有严重积水情势,有网友对此贴出一只鳄鱼在淹水道路上的照片,并指出淹水看到吴郭鱼龙胆等养殖鱼类不稀奇,表示是自己看到的,但其实该照片出自于泰国, 网友认为这样的行为足以触犯刑罚恐吓公众罪,民众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贴出照片,当中显示一条鳄鱼出现在积水的道路上,匍匐在地的模样相当淡定,但照片贴出后在47分钟内立刻获得9359位网友按赞,贴文民众指出该条鳄鱼是自己在路上看到的, 但不少网友质疑照片中的电线杆与台湾的差距极大,认为该照片并非在台湾拍摄,经查证,此张照片细于2017年至今年,在泰国社群媒体广为流传的鳄鱼照素材照片, 不少网友对于这种真实引发恐慌的行径急于谴责,纷纷留言指出消费烟水很开心, 这图不是台湾,是台湾的事在poo什么意思,片赞也做点功课来骗, 但Po文民众对此称我确实实在照片中看到烟水跑出来的鳄鱼,希望大家别当真, 有网友指出,该则贴文让大众认为台湾道路上因烟水出现鳄鱼, 由以加害生命、身体、财产之事恐吓公众, 置身危害于公安的嫌疑,恐触犯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, 呼吁大众自治,误在南台湾烟水之际乱开玩笑。